试想如果世界最高楼发生火灾 又要如何进行疏散和自救 这座塔是现代工程的巅峰之座 它有800多米高 这就是迪拜的哈利法塔 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 它的整体重量超过50万吨 这座沙漠摩天大楼 所用的钢材可以绕地球四分之一圈 如果它没有革命性的内部结构 就无法屹立不倒 那么他们到底用了哪些与众不同的建筑手法 甚至在建设到一半的过程中 设计师们还大胆地推翻了原有计划 并临时决定提升大楼的高度 最终让这座塔成为了震惊世人的存在 今天就走进哈利法塔 一睹上面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创新 看看这座巨大建筑的地基是如何设计 它又是怎样化解高空惊人的横向锋利 甚至安装了世界最长运送距离的超级电梯设备 一部电梯能直接运送138层楼的高度 用时却不到一分钟 哈利法塔高828米 远看直插云霄 楼层总数162层 造价15亿美元 大厦本身的修建耗资至少10亿美元 还不包括其内部大型购物中心 湖泊和稍矮的塔楼群的修筑费用 哈利法塔总共使用33万立方米混凝土 6.2万吨强化钢筋 14.2万平方米玻璃 为了修建哈利法塔 共调用了大约4000名工人和100台起重机 把混凝土垂直蹦上于606米的地方 打破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大厦建造时的492米记录 大厦内设有56部升降机 速度最高达17.4米每秒 另外还有双层的观光升降机 每次最多可在42人 它被设计成一个新国际化都市的中心 建造它的原因是曾经阿联酋的发展严重依赖于石油财富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迫切的需要为未来做好打算 所以酋长们要把这里变成一个国际化的旅游胜地 以此吸引全球的富豪来到这里旅游消费甚至是居住 而不仅仅是因为石油 首先迪拜的地理位置便于它吸引欧亚两大洲的游客 但它也是地球上最不适合建造摩天大楼的地方之一 因为阿拉伯沙漠的炎热干燥环境 以及沙土地貌更不适合高楼大厦 2003年哈利法塔设计动工之前 这里是一片沙漠 为了实现这一雄心壮志 世界顶级工程师们聚集在一起 由摩天大楼专家比尔贝克领导指挥 当他们调查塔楼的地基时 在地底下钻了几百米才发现下面是一块沉积岩 高楼的地基依靠这样的地质环境肯定是不行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肯定会发生位移下沉 没有坚实的地基建筑物就不能支撑自身 但是意大利有一座著名的比萨斜塔 却建在松软的沙土上 它的地基仅仅只有三米深 所以很快它就倾斜了 芝加哥的蒙纳德诺克大楼则建在松软的沼泽上 它在1891年建成后就下沉了0.5米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 旧金山的千年塔已经下沉了0.4米 更糟的是它向西北倾斜超过0.3米 因此地基是要承载建筑物的全部重量 哈利法塔一旦完工 它的重量将超过50万吨 由于地基不够坚实 设计团队不得不重新思考全新的解决方案 将高塔坐落在一个巨大的3.6米高的混凝土块上 它沉入地表以下7.3米 占地约7400平方米 和28个半网球场一样大 它被称为伐式地基 因为塔楼漂浮在松软的地面上 所以要巧妙地将巨大的重量分散到很大的表面积上 伐机分散重量的效果非常好 但是伐机本身必须保持静止不动 任何的侧向移动塔楼都可能开始倾斜 并最终导致倒塌的风险 世界第一高楼哈利法塔底部 伐机的伐板由194根混凝土装固定 每一根混凝土装的直径约1.5米 它们穿过松软的地面到达50米深的地下 这不像传统的装机 它们永远不会接触到坚硬的岩石 相反它们依靠摩擦力来固定自己 至此它们在沙漠里完美地打上了地基 但是接下来它们还有800多米高的大楼要建造 想要建造世界上最高的建筑仅有地基还不够 还要解决大楼内部承重的问题 通常摩天大楼是用金属框架外加玻璃木墙组成 但是哈利法塔实际上采用混凝土胶筑 这也是建造哈利法塔最理想材料 迪拜以其成熟的混凝土工业而闻名 一种跳跃式模具 使混凝土的胶筑速度显著提升 它由很多的液压壁支撑起来形成一个模型 混凝土倒进去凝固后将模具顶升到下一层 如此反复操作就能两到三天建造一层楼 即使当初被人们诟病请了大量外籍工人且工资极低 但是这座塔每天的建设费用仍然要近十万美元 它以惊人的速度拔地而起 但是随着高度越来越高 建设难度也越来越大 每经历一个阶段每一个过程 其规模都大到惊人 其中一项挑战就是把建筑材料提升到需要的高度 特别是蹦送混凝土到15米高 大约需要一分钟时间为到达哈利法塔的顶部 混凝土要在管道中运输半个多小时 由于时间太长 混凝土运上去就变硬了 这样很容易导致蹦机损坏 因此工程师们又发明了一种新型混凝土 他们在混凝土中添加了一种混合物 确保混凝土有足够的流动性和可塑性 能在变硬前被蹦送到几百米以上的高度 为避免混凝土在灼热的沙漠硬化过快 还需要用到冰冷却并且只能在晚上蹦送 地球上最强大的水泵普茨迈斯特蹦机 也被带到迪拜来承担此项任务 普茨迈斯特蹦机能够一次性将混凝土蹦送到600米以上 这也是建造哈利法塔创造的众多新记录之一 至此六角形的混凝土核心建好了 这个结构几乎和整栋楼一样高 混凝土内部的钢筋可以绕地球四分之一圈 但是哈利法塔无与伦比的高度再次导致了一个问题 这个混凝土轴心本身太细又高 没有额外的支撑它立不起来 因此他们受几个世纪前大教堂的启发 教堂的主楼由伏壁进行支撑 于是哈利法塔也弄了三个类似的围绕中心建造的伏壁 极巧妙的定位有助于分散核心柱承载的重力 把它分散到整个地基上 这个装置也是首次在摩天大楼上使用 解决了伏壁承重的问题和混凝土的问题后 塔楼又可以建得更高了 但它越高对工人来说就越危险 工人们被铁笼子送到最高的地方 建好每一层楼就沿边缘树立起栅栏 然而还是至少有三名工人在施工过程中死亡 从上到下清洗这座建筑物需要三个月 并且要人工清洗 全城派了36个蜘蛛侠负责擦洗外墙 这些胆识过人的清洗工人几乎都是尼泊尔人 2007年在世界第一高楼哈利法塔破土动工三年之后 哈利法塔正在成为世界上最高的建筑 它已经比帝国大厦还要高了 但是此时还有几十层没有建好 越高就越危险 在阿拉伯沙漠强烈的沙尘暴是一个持续性的威胁 大风带来了大量的红沙 造成道路混乱和机场关闭 加上夏季的迪拜经常刮起强烈的西北风 风速可达每小时80公里以上 这对塔楼造成了严重威胁 曾在1940年大风袭击了塔科马吊桥的桥面 造成强烈晃动 导致这座通车仅几个月的大桥坍塌 1965年强风又摧毁了英格兰一座发电厂的三座冷却塔 为了防止类似的灾难在迪拜上演 工程师在塔楼洞工前对设计进行了广泛的测试 但是结果不尽如人意 必须要采取措施来减少因大风引起的晃动 其中台北101大楼就用了一种被称为质量减震器的东西 如果建筑向东倾斜平衡快就向西移动 以帮助建筑物保持直立 2015年它在时速185公里的台风中 保护101大楼丝毫不受影响 但它的保护是有代价的 它极大的占用了101大楼六层的空间 于是哈利法塔的设计师们想出了一个新奇的主意 他们重新设计了大楼的外形 这是一座沙漠百合形状的塔楼 三片花瓣形的基座较宽 楼体随着高度旋转收窄 所以没有一面外墙与大楼同高 因此当风吹向大楼时 就相当于吹到了不同高度不同形状的墙面 风力的强度就会被大大的削弱 因此哈利法塔的最终高度又被彻底修改 哈利法塔的这个观景台位于148层上 高度超过540米 它探围观止的高度每天都能吸引数百名游客 但是这座巨型摩天大楼原本可没这么高 最初的目标只想建造一座壮观的大楼 而不是世界最高的楼 当工程师们改变了建筑物的形状 能充分抵抗风力因素后 他们发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效果 那就是还能给这座大楼继续加高 这种临时改变大楼高度的做法极其大胆 新增的高度导致了新的问题 这里不仅有众多的游客 还有数千人在这里工作和生活 大楼可以容纳三万五千人 因此如何高效快速的输送人流成为一大挑战 尽管这里有近三千级楼梯 但也只能是紧急备用设备 如果确保每一步电梯都能覆盖到整个大楼的每一层 那么在人多的时候可能会导致每一层都要停留 这会极大的浪费时间 于是工程师们使用了另一种解决方案 在大楼中心的混凝土核心中 有五十七步电梯 其中八步电梯是仅到达四十三层 七十六层和一百二十三层的快速电梯 那里是空中大唐 人们可以在这里换成区间电梯到达中间的楼层 为了提高运送效率 有两步电梯是双层设计 所以当游客前往一百四十八层的观景台的同时 其他人可以乘上面的轿箱去办公室 后台则是世界上最大的电梯机组控制双层电梯 哈利法塔上的电梯也是世界最快的 他们以每小时三十五公里的速度在数百米的高空运行 提升电梯运行速度还有另一个目的 它可以作为紧急疏散的一部分 这是与众不同的地方 有一步特殊的电梯有令人难以置信的一百三十八层的运送距离 这比世界任何建筑上的电梯都要强大 它也是哈利法塔的救生梯 被包裹在厚厚的耐火混凝土中 一次可以容纳二十六个人 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能安全着陆 哈利法塔高达八百二十八米 如果发生它隔壁滨海火炬大楼那种火灾的话 除了一座直通一百三十八层楼的救生电梯外 还创造了避难所 这是一个封闭的地下房间 烟火不能渗透进来 房间里有新鲜空气供应 确保人们安全无患 发生火灾时新鲜空气以高于大气压的压力被蹦入楼梯间 它在门槛处形成一道看不见的屏障阻止烟雾进入 但是在沙漠里最危险的热量不一定来自火 这座世界第一高楼的皮肤是由玻璃合铝制成的 玻璃框架位于金属框架内 在场外安装完成后再运到施工现场进行安装 面板必须逐个悬挂 固定全部2600个框架需要两年半时间 时间来到2009年9月 哈利法塔的外墙已牢固就位 用了超过9万平米的玻璃 相当于美式足球场面积的20倍以上 但这些玻璃给塔楼又带来了一个新问题 迪拜的气温可以达到49摄氏度甚至更高 像哈利法塔这样被巨大玻璃覆盖的建筑 它的表面温度几乎和开水一样热 因此建筑内部肯定也会很热 于是他们在玻璃上涂有一种特殊涂层 能反射70%的太阳热量 包开哈利法塔的外层 还可以看到数公里长的管道在楼里传输冷气 无论你在大楼的什么地方 你离通风口也只有几米远 在如此庞大的摩天大楼里运送冷气 需要强大的气泵 所以每隔几百米就有一个巨大的双层机械层 这里的泵非常强大 它们可以在一分钟内为13个热气球充气 但是塔楼内有超过184立方米的空气 冷却它所需要的机械设备 整个建筑都装不下 解决办法就是在建筑外 其他地方建两个冷水机组 这做向是阿拉伯城堡的建筑 实际上是高科技的冷却设备 它为哈利法塔的空调供应冷水 每天约有95万升的水通过这些巨大的热交换器 再通过地下管道蹦入哈利法塔 空调系统不仅仅是为了舒适 没有它这座建筑将迅速升温 哈利法塔不仅是一个旅游景点 对于某些富豪来说就是它们的家 哈利法塔有160层可供居住 拥有28万平方米的混合用途建筑面积 其中包括酒店、办公室、住宅、商店和其他 为普通的城市提供生活便利设施已经很难了 在哈利法塔上由于重力的问题 这一切更加棘手 大楼里需要用到95万升的水 并且是一层层向上移动 一升水约有两斤重量 哈利法塔每天要蹦送1000吨水 在塔楼14个机械层内隐藏着巨大的储水罐 自来水被注入建筑物底部的水箱 再通过近100公里长的管道分阶段蹦送 水被蹦送到每一集之后都被储存在水箱里待用 通过重力流向下层的水龙头和蓄水池 但是升上去的水必须流下来 如果废水不加控制 当它到达地面时 流速会超过160公里每小时 所以必须小心地分段流动 整个供水系统都是隔音的 所以居民听不到任何噪音 作为移动世界最高的大楼 它的顶部有一个210米高的金属尖顶 起重机不可能掉起这么高 所以这个塔尖是从内部一层层地运上去的 有了这个塔尖它的高度才最终来到828米 它几乎是帝国大厦高度的两倍 但是如何规避闪电袭击成为新的问题 塔顶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防雷系统 这跟壁雷针上的传感器能预知雷电何时会击中塔楼 并发出一股电荷流把闪电吸引到壁雷针上 如果闪电击中顶部这能起到保护效果 但是大楼四周也需要防雷 哈利法塔的金属外骨骼就像法拉第龙 能把外面的闪电引向地面 这些保护措施使得哈利法塔安全的屹立于此 如今它俨然已成为全球地标